就是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也是一样在衍生出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区域不一样 然后把产品换一下 那如果说你要不要年度的话 你可以把年度拉上去就删除掉了 然后那个 那个本来是台数 你把它改成销售金额 这样的话 把它显示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自己再利用这个呢 去设计一个什么枢纽分析图 那至于这个图是要直挑图 或者是其他的 请各位自己再选 就是不要用这个好了 你可以用其他的 看哪一个 比如说哪一区 到底它的那个变化 哪一个产品高低起伏 占比等等的 我想就是自己再去使用一下 这些不同的那个 比如说折线图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一样把它怎么样 再放到一个 就是移动图表 然后这个图表的话 也许就是叫枢纽分析图 刮符 也许就是什么 针对区域的吧 那你可以再产生一个 把它拉过来 放在这 把它放这边好了 一个是表 一个是图 里面的话 就自己利用刚刚讲的那个效果 可能还是放一个标题 但是标题就不用重叠 放上面也可以 那图例的话呢 也许你如果不要放这边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放在图例部分 也许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放上面这边 不放上面好像会重叠到 或者放这边不OK 那你也可以再把它放到图例部分 把它放在下面 放这边OK 那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诸如此类的 自己再去做一个变化 所以会有一个新的表 跟一个新的图 反正总共就是会有 两个两个就对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讲一些自动化的东西 所以自动化就是 之前我们做的所有动作 其实都是人工的 那总共会有八个动作 就是插入一个C栏 然后把它插完 然后再把它做什么跨栏制中取消 然后填满填满 然后再把这些 再把它加上去 可是呢 这些动作 如果可以一键完成的话 就是说一个按钮做完 就像这个有没有 原来的资料 所以可能你们要从原来的资料 再去下载一个全部空白的资料 不过练习之前 建议是先拖拉按Ctrl键 你练习的话 复制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练习完之后 这个就没有了 没有的话就不方便了 就变你要重新开一个档 那我们后面就是希望 把刚刚的流程 全部都把它记录下来 那记录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开发人员 里面的录制聚集 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聚集 不过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我的电脑里面没有开发人员 那其实不是没有 是因为他预设不会给你开起来 你必须到什么呢 上面这个箭头 这个叫什么 快速存取工具列 里面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有个制定功能区 找到开发人员 这样子的话 才会出现 开发人员 那这个开发人员按确定之后 才会有一个开发人员 那为什么叫开发人员 因为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你即将成为 开发人员 那开发人员当然就不一样 特别注意 第一个在职场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些老板还很怕 因为怕那个 像我遇到的那种有些公司 那个已经很资深的工程师 老板都不敢动他 为什么因为很多程式都他写的 整个公司所有很多那种系统都他弄的 哪一天突然他说 老板我把你炒鱿鱼了 我把你fire掉了 老板可能还很害怕 像这种人找工作也不会很困难 因为他只要换个地方就好了 但是老板会很怕他 不过这个就开发人员 第二个薪水也比一般 述物人员来得多 能够多到什么程度就看你的功力了 OK 所以我觉得 感觉起来为什么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这也是很麻烦 因为念那个文科背景的人 好像感觉就真的是 相较之下 好像就是比人家薪水少 好像感觉真的讲起来有点 有点感觉 这实在是有点那个 不太公平 不过怎么说呢 这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是现实面 因为人家会你不会 他不教你 你就不会 所以如果现在就一定要教大家 教了你 你会了 你以后就可以在职场上面 感觉就会 生存的会更好 而且才会比较有尊严 尊严的前提是 你够专业 老板连骂你都不敢骂你 连讲 连给你个眼色都不敢 为什么 因为你的取代性太低了 除了你之外 找不到别人了 真的有些公司 城市都那个工程师写的 我看过那种状况 不过前提是要有那么厉害 我们主要是利用 开发人员里面录制聚齐 那什么叫录制聚齐 就是你刚刚做的所有动作 可以全部把它录下来 然后呢 如果你下一次要再做一样的事情 他就可以一次全部做完 像我们之前花了很多力气 有没有 现在如果你做完之后 只要进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叫通讯产品聚齐 你就把这个聚集 全部就可以怎么样 按个按钮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通讯产品按下按去 这个地方请注意看 他跑太快了 你可能一眼大概 不到一秒钟就结束了 按下他 完成了 有没有 变出来了 OK 如果以后你的工作 按下去就出来了 太好了 甚至你后面还可以 自动就把那个报表 自动做出来 自动把图也做出来 甚至如果你要交叉 比对好几种情况 你就把条件设定 你再把你需要的给老板就好了 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老板也很喜欢这样的人 对 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每次跟你讲说 你要多久 我大概要一个早上 人家都十分钟 你为什么一个早上 你回答不出来 OK 所以这个 这个就效率问题 那这个怎么做的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把你前面做的所有动作 录制成聚集 那因为这个比较稍微进阶 如果各位要先了解的话 你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进阶 特别重要 这个是进阶 云端白板里面的进阶 我讲过程式都在进阶里面 通讯产品 那刚刚讲的那几个步骤 其实是又在这里 这个不用 第一个 启动开发人员 您将成为开发人员 也请调整您的心态 对不对 不一样 真的 因为开发人员其实就是设计师 设计师做的事情其实也不一样 那必须要很精确 你不能说好像就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那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录制聚集 我刚刚做的 那里面要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我们可能要先 这边有录制聚集之前要先彩排 应该知道什么叫彩排吧 彩排就是把你前面做的动作 分别把它整理成有八个动作 插入C栏 然后怎么样 输入那个栏位名称 就是上面叫产品名称 然后在V函数等等的 反正有八个动作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试着把它录制下来 但是录制完之后 要怎么样可以一键按下去 像我刚刚做的 像我刚刚这个地方 按下它自动帮你完成的话 那必须还要做什么呢 修改聚集的动作 那里面有几个要点 可能要加上注解 然后呢修改哪些程式 然后这些 然后把什么 程式最小化 就是不要的地方 把它删掉 然后呢测试的时候 善用F8 组航执行 有这些啦 参考的程式码在这里 真的吗 好 再开个头 下个礼拜再来 因为今天时间 讲这个应该来不及 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也要有点心理准备啦 不过我觉得这该来的时候还是会来的 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我觉得没有那么那么可怕啦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不想学习 如果你的心是open的 不管什么东西 都会让你觉得有趣 其实我最早学这个也是因为 我觉得这太有趣了 为什么因为 为什么我怎么学都学不会 后来我发现 这从来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后来才发现 其实真的 就是很花时间 要找到要点 下一个礼拜会再跟各位讲到有关 怎么样让它变成自动化